诶 尊敬的战友们好 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9月3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纽约今天 阳光明媚 非常的漂亮 6172来了 这边 2807 小扎你可真够厉害的 小扎你行啊 3915 408 408 定点包括 富斯杜 富斯杜总远永远 我不知道富斯杜该怎么称呼你啊 5179 文贵好 这好像是我老想啊 你好国楼 你看 0904 哎呀 真是真是 这都是老战友啊 2017111 问候问候啊 明州 明州的明州的啊 这上家 这是上家是吧 新疆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你好吗 乌鲁木齐 沙特的战友 哇塞 木兰这边也杀下了木兰 那两边都在直播啊 我这试试啊 我爱文贵 想你一晚上 谢谢谢谢啊 谢谢谢谢 哎呀 战友们呐 兄弟姐妹呐 你们好啊 小哥也来了 小哥 哎呀 我这干嘛啊 刚刚从中央公园回来 然后呢 一会儿还得出去 还得出去 去这个一个人的 乡村小别野 乡村小别野 要吃点什么材筋 木兰这也出现了 好啊 咱们这边啊 郭媒体这边啊 咱是试功能啊 这Instagram这边直播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月宝月宝月宝啊 太好 这是陈印立广州问候啊 谢谢啊 战神威武 谢谢不敢拿不敢拿 我可不是战神 一一九一一九 一一九 啪品 雅屁 这很休闲 因为今天要去人家一个小别野 小别野啊 所以说 今天就穿休闲啊 德州的兄弟 德州兄弟啊 SC 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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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哪儿去了 听这不小哥藏起来了吗 这小哥估计今天刚吃了鸡蛋炖萝卜条 鸡蛋炖萝卜条 耿炖帅哥好啊 来了来了 GQY 谢谢谢谢啊 别野别野啊 别野 那时候这个 我特有意思啊 这个文化程度不高 到北京啊 北京那那那房子 一个独栋独栋 说这叫啥房子 叫别墅啊 别墅不认识啊 就把那事念成叫别野啊 开玩笑啊 谢谢啊 谢谢谢谢啊 这个兄弟姐妹们的关心 注意安全 王力斗法 火烧强东 你说那刘强东的事啊 兄弟姐妹们 你说那马云的专机上 天天美女 我早都报过了 那早都报过了 那天天美女 还是都吸毒 就是Cocaine 吸大麻 对吧 你说那马云就没人报 我报完也没人报 但是刘强东个傻瓜 就阳安回来 就让人家就给撂 还在美国撂他 还在美国弄他 现在这个 中国国内的斗争啊 基本上都是什么 以外打内 这咱们文贵爆料革命 和战友们一起 开启了 以外打内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以美 利用美国的警察系统 来黑掉你 要你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说 你说马云 你说那个玩姑娘 全世界都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的 美国人也知道 哪都知道 这个 曾经有人 给了我一个USB 在我这个香港的办公室 给我USB 我呢 以为当天 那我说的这个投资项目 我就放在那了 结果我傻乎乎的 结果是人家 这个 我的基金的 欧洲的朋友来了 我说 哎 我说你看看 这个投资项目 这个铲上去了 一开始 啪啪一闪 一闪 然后就是 我当时那个袖扣 记得吧 就那个 我们的标志 跟踪者的标志 咔 一闪 哎 我说 这晚上还没反应过来了 这个马云啊 你看他人很瘦 他在叶子会里边 被拍照的时候 人脸搭得很 哇一看马云 我说 怎么马云啊 然后马云啊 非常猥琐的 哎呀 我当时啊 我也是把我吓了一大跳 在香港办公室 那马云那哪是玩女人 那是虐待女人的 虐待女人啊 啊 所以说 没事 没事 为啥 有背景 没人整他 你刘强东 你花钱都不行 都给你设计好的 什么有人说 这个刘强东这个 是因为价钱 谈不拢 胡说八道呢 哪有一个女性 随便愿意 不图大钱的情况下 没有大目的 给你搞这个去 所以说这个 刘强东的事啊 不用想 是超纵的结果 那绝对得灭他 马云一定要灭他 要逗俩人吧 腾讯 马化腾 刘强东 他非收拾的 这个马化腾还觉得自己感觉挺好的 所以说 你们没看 那马云的那个 那个 那那那真的是跟王岐山称哥们 那绝对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马云这个人造假 习惯性造假 而且狂妄 他有政治野心 这个家伙 心态不平衡 所以对钱极为贪婪 对女人也贪婪 对权力也贪婪呢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1358谢谢啊 兄弟姐妹谢谢 谢谢 谢谢 2012谢谢啊 共产党 东哥是旧海航的 共产东哥 弄东哥 很简单 这个刘强东 很大的毛病 很小气 很小气 马云很大 敢给 马化腾也敢给 但是呢 给的这个 特别的小 所以说人家都给拿走得了 穿的像工人是吧 你看啊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Ralph Lauren的 特别有弹性的那个牛仔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一起 要打枪 然后呢 要走一走 然后我还得接新车 还得接新车 得试开一下 所以说 穿点像工人吧 休闲吧 弹性啊 操纵一家之国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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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赌场 那马云呢 简直是 了不地了 了不地了 我不打猎的 我从来不打猎 不杀生的 这个 昨天我太太在这块 哭哭咧咧的 那这块 挺什么的 因为她有个同学来了 来看她来了 当同学面 本来我太太从我当我面哭 然后呢 就老娘我出去 我跟我的同学一聊 她同学一聊天 我听到里面又哭了 然后我就跟她开玩笑 哎 我说同志 你老实 这会儿 我还没问你呢 我说 我看到有一个推特上账号 说你这个包养男朋友 他一家愣了 谁啊 谁说我 谁说人哪 都很自私的 你一说他这 他立马蹦起来了 哎呀 我说你蹦起来了 好啊 我说那天我给你看看 不行 我现在就要干 我说你要有男朋友了 我真的恭喜你 你要有男朋友了 我说厉害 我说我绝对啊 我花钱 没问题 然后她就笑了嘛 所以说这人嘛得幽默 你说他哭你也哭 他难受你也难受 在这块 他哭你 都不玩了嘛 对不对啊 开玩笑 把他转移话题了 转移话题了 然后那同学在那笑 然后呢 他们那同学 你看见这事了吗 有这事吗 他说有啊 说你包养这个 叫张志伟 含什么什么 含什么光 然后呢 这块还笑 因为这俩孩子 是我们过去 跟刘彦平来美国那个 那个人已经回去了 回去以后啊 被警察 都是灵晨给拽走 天天打 抽大嘴巴 抽嘴巴说啥呢 说他 我告诉你啊 两件事 有一天 你要注视频 你说你是跟月清芝 有事 第二 这个郭文贵啊 在纽约天天害怕 天天吓得不敢睡觉 在外面警察一想 郭文贵就害怕 然后呢 这孩子啊 他是摔腰出身 大一顿也不在乎 结果呢 我就给他通过电话 这几个月前了 哎呀几个月了 好有大概六七个月了 六七个月也多了 哎呀这都八月份了 这七年年底的时候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啊 最近老找不着你 他就把被 天天晚上给弄走给打 白天上回去上班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老板你给我录下来吧 你要不录下来 哪天我被他们打死了 没有证识 他们让我陷害你 哎呀他不会打死你的 你这让人很难打死 二百多斤啊 练摔跤的还得过亚洲冠军 然后呢还有一段我给录下来了 其中就说到这一段 他说让我陷害波泰 他说这帮警察太坏了 我就等着这帮警察出来 我要拿这个视频来佐证他们陷害呀 哎这警察再也没说这事 这事就过去了 昨天我觉得我太难过 我这一开玩笑老实了 然后呢好受多了 但是他这个同学啊 挺厉害 昨天出去了啊 我首先在这感谢一下 昨天在我们家楼下 被这个 俩中国人杀中国人啊 我不知道 反正有一个美国人 打Uber的一个华人司机 纽约的Uber司机啊 战友们啊 我要对你感谢 为啥呀 他的战友离开呢 哪来个Uber 哪来个Uber啊 上了司机以后 这个Uber这个战友 这帮朋友呢 是中国人 这个人是中国人 就聊这个世界大事 聊的聊的聊的文贵爆料了啊 就把文贵说的很厉害 然后说这个 在纽约Uber司机里面 没不知道我呢 都在关注 让我特别感动啊 感谢所有纽约的Uber的司机 和知道文贵爆料的 因为你昨天讲的话吧 他们回去打电话 就给我太太说了 说你看刚才 我们在那Uber司机上 人家坚决支持文贵 刚才这个同学也很老实人啊 这个普通老百姓啊 很坦诚 说文贵干的事情是个大事情 我们啊 帮不了他 但是别添乱啊 我太太这个人是说实话 从来不管 他真的是 默默的就是说 当好自己这份妻子啊 当这个妻子 干好妻子这份工作 然后呢感情上是百分之一百的 对家人百分之一万的啊 但是呢 他确实 我们大家得明白 任何人无权啊 你也不能 去要求和你上来 和你这个这个 一起上班的 一起这个 干工作的 或者是家人 和你一样的理想 什么都要跟从你 那是不对的 那是那是流氓行为 就是血缘 代表不了 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理想 一个被罗睡觉 也不能说就一定跟你走 这是绝对不对的 所以我 这么多年 让家人都远离我的生活 远离我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从不要求他们 跟我一样 说老实话 我们家里的哥哥 家里的人跟我的境界 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完全两回事 他们就是过好日子生活 都被洗脑很严重 像我这二人 他们眼里边都是疯子 所以说 我们有血缘系统 有亲情 不等于有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所以我不勉强他们 从不勉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我太太 我是完全理解 她已经做得太好太好了 但是呢 我完全能理解和接受 我太太对我的哥哥 和员工 和家人的关心 和难过 谁不难过呀 说老实话 昨晚上 我也昨天偷偷地掉了好几次眼泪 我也偷偷地掉了好几次眼泪 因为我六哥呀 这个深度抑郁症 肯定不行 我五哥做过手术 非常不好 那么到现在你们知道 从去年我那个直播说完以后 我说大家各自走好 我一次没有联系过 一次没联系过 那么现在听到家里人 这个两哥身体那么不好 他们本来可以取宝了 结果我就要报王健被杀得了 又给他们带来了威胁 大连的案子 人家本来是要宣判的 现在就说好了 人家可以 给你这个郭文贵一定的面子 不那么严重 你不做交换 你不停止 我昨天和今天我都给家人说 我说文贵在这个家人和员工事上 一定的妥协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让我放弃是不可能的 那就要我的命 你要我命我都可以答应 但是放弃不可能 去年的9月1号我录视频的时候 是我9月2号员工 以跳楼威胁 跳楼威胁 这是正是小哥发现了这个事了 这个一年的逻辑 9月2号 有员工跳楼威胁 不让报孙力军的料 我还是报了 今年9月2号 是我五哥六哥和员工们 被释放 被取保 还有这个资产 是给你象征性的发款 还是全部没收 这是 这个做交易 结果这又是9月2号 整整一年 所以呢 你说我不难过 那我是什么 我是畜生 不是神就是畜生 不是畜生就是神 我不是人吗 我当然有学友 我当然难过 那你说我对着战友们 说我在这哭 哎呀我难受啊战友们 我也不是没哭过呀 去年我哭的 给战友们说的话 我多真啊 结果哭完就被 为使 使诺 什么乱文彪 夏耶良 这些骗子教授 还有什么 吴建民这个畜生 这骡子帮们 还有这郭宝胜们 拿着我那个哭的真情的照片 当中我害怕恐惧 所以他们把真情当中恐惧 我也哭过 有用吗 没用 那刘彦平 是不是 人家来了 说实话 那次刘彦平来 要没有发生孙力军的事情 还有黑道上 梁冠军 这个乔邦 还有什么整解绳 还有什么整解副 斜解绳 那个事情 可能是要另外一边发展了 另外一边发展了 我可能就是跟他们 进行和平式的要求喜马拉雅 和平式的 那挺好的嘛 但是他玩的是黑道啊 对吧 是把我太太我女儿放出来了 俩保镖放出来了 那门是给你下刀子了呀 所以那件事情 是事情整个变质 整个变质 我给家人说 我说文贵也想 让中国实行和平式转变 我也不希望 这个爆料 衣服啥牌子 这是那个 Ralph Lauren的 Ralph Lauren的 Ralph Lauren 我昨天 我在Ralph Lauren那个 我去取我衣服的时候 见了几个咱们 华人的这个朋友 我在这向你们表示感谢 又要帮我买单 后来买单就人家说 郭先生这不用买单 谢了谢了谢了 结果我就在楼上楼下 我拿一个飞机的模型 能够做了一年多了 然后呢 人家把每年的一些新款的我的衣服啊就送给我 然后呢 中国几位战友给我打了个招呼 然后呢这个我也没办法 这本来说几句话 因为保镖不让人说话 结果人家下去给我买单去了 哎呀 非常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战友 特别 那位老大哥啊 那位老大哥 哎呀 眼泪都掉了 这个难受 在门口 掉着眼泪在那儿 然后我又去SOHO 我昨天去 SOHO去见了两个人 两个战友 见两个战友 昨天又见战友啊 但是是谁不能说 哎呀 特别开心 你看这Snow白 我这全给撕烂了 这个 见两位战友 这个也是特别感动 哎呀 战友们 你们自己知道 真是国内有太多 太多的战友 真是太多了 过去支持 都被人家警察找住 不准发声了 但不准发声 不等于不支持 他们更加坚定的支持 还有一个 你们根本不敢想象 我今天我给一个 很重要 我尊重的战友说句话 我说您无法想象 党内这股力量 我给他用了个词 叫骨质疏松症 我说党内支持我的 我昨天见那个战友 说 那个战友 那是国内的百亿富豪 百亿富豪 全部资产都移到国外来了 然后跟我见面 通过我朋友 我们安排见面 这位朋友 竟然是跟家人都商量好的 要把这资产 十几亿人民币 要捐给文贵爆料革命 说文贵我不捐给你 你不需要钱 爆料革命 我拿那十几个亿出来 我说第一 咱没地方花这钱 不需要十几个亿 我说你拿那十几个亿啊 就像那什么 夏夜良啊 韦石 喜诺 乱伦彪 胡平啊 什么陈军啊 什么郭宝胜啊 袁建兵啊 都围上来了 我说都把你弄死 会养一堆骗子 惹 因钱惹祸杀身 这个革命不需要钱 不需要钱 所以说这让人很感动 我昨天我到那边 见了两位战友 很开心 然后昨天在 Ruff Lauren这个店里面 看到这几个战友 特别特别的感动 特别感动 所以啊 这个刘强东不听话 范冰冰也不听话呀 一个国内的演艺界的 应该是 前三名的一位 我的哥 我的姐妹啊 我的姐妹 不能说是谁 他年龄稍微大一点 但是绝对是个大老大级的 昨天上午 给我通了半天电话 他现在在欧洲呢 在法国呢 这个 他就说 他说这个范冰冰咋就不出来呀 傻呀 弄那么多钱 我说那你感觉他为了啥呀 他说他就是贪钱嘛 还想多赚钱嘛 出来就没市场了 我说你说他活的重要 还是钱重要 就没有人想明白 是活的重要还是钱重要 所以说我昨天 我跟我太太我说 我说 你去想一想啊 你应该不是流眼泪 你应该是感激上天 感激美利坚 感激这场爆料革命 我说我要不出来 王健就是我的下场 那中国的企业家 那李明徐明 是不是 那现在你看到 国内里一个个被抓的 共产党公布了百万人 那哪指啊 我说你是当寡妇好啊 你还是当一个爆料革命 还有给中国人带来自由信仰的人的妻子好啊 对不对啊 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说你应该感激 幸运的上天眷顾了我们 给了我们一个做好人 能为别人和利他人的机会 我说你看看啊 我昨天上看那个老人家那个视频 我说你看看 这老人家 要也不行 孙子上大学了 孩子上大学了 再捡破烂 我说咱们吃的一顿饭 是老人家一个月的钱 如果说 跟这些被杀的人比 这老人家已经够幸运了 我说你看看这个 他从来不上网络的吗 我又把咱们战友们 发给我了一些视频给他看 我说你看那孩子被打了 我说你看看现在这湖南的学生们 家长那个爸爸被抓走 那个孩子撕心裂肺的故事 哎呦他说不了了 我说我们现在就拯救他们 帮他们 咱们能想的福都想了 我说你看看这个杨改兰 因为他很刺激 杨改兰的事 他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吗 那天有一个战友 给我了一个海报 给我了一个海报 我去这个 这不能说啊 纽约的北边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战友 钻住了杨改兰的 一个一张纸的海报 哎呀 他印了大概几十张 还是这个英文的 未来会用的啊 就把这个给美国人 然后把这个其中一个拿来 我昨天给他看 我说你看看这个杨改兰 我本来就应该是 咱娘把我给杀了 咱娘自杀 但是咱娘呢 活过来了 我说你觉得我怎么回报咱娘呢 我咱娘这个也是 那么大众人了 我说就是让中国人 有上法治 自由 让中国的人少一点杨改兰 所以说他那么 我说你有你疼哥哥 疼员工 跟你那么多亲几十年了 可以理解 人性 但是中国有十四亿人 有多少个人 都关在监狱里 被冤在监狱里 所以说 开开玩笑 小致以情 动之以理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给他说 我说你看看 那位美国朋友 还有那天班农先生也在 他们说这是什么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呢 杨改兰女士 当年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这个英文一说 他们全明白了 我说美国人是不爱对眼泪的 但是那天我说几个美国人 我说那眼睛 砰就出来了 我说为什么 谁也接受不了一个女人 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杀掉 自己的自杀 我说他要有一点办法 他都不会这么做 我说我的母亲 天天老是说 我不活了 我跳井 我自杀 我没法活 没有柴火 没有饭 还得去到 结满冰的水里 去逛当水上来 再跳回去 我母亲一米五几的个子 养着八个儿子 还加上我爹 这个男人九个人 你说他怎么活 所以说那天美国的朋友 那么掉眼泪 我说今天的中国 还有很多杨改兰 所以啊 哎呀 我劝所有的天下的男士们 这个天底下 跟谁叫这儿 你别跟老婆叫这儿 这个天底下 你跟谁讲理 别跟家人讲理 这没理讲 只有情 我昨天很清楚 我告诉他 我说如果说 他们真的把五个六个放出来 把员工放出来 取保 我说我现在我向你保证 我马上我就停止爆料 停止爆料 我如果再把这些资产还给咱 我说我马上把你送回北京去 你看我说了算不算 我但是我追求喜马拉雅 永不会妥协 绝不会妥协 我这个你记住 他就是拿枪拿刀架 我不可能 我说现在 我说月庆之就是把你 放着火上烤 让我做个选择 我说 我放弃喜马拉雅 然后呢 你就可以回来 如果说我不放弃 你就被火烤了 我说我一定告诉你 答案很清楚 绝对不会做交易 我说我跟他们 不会做这个交易 妥协我一定会为你们做的 因为你们是我的亲人 哥是我员工 是我的员工 他们没必要受这个危害 我可以做 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我当年 为啥不在国内 带一份钱出来 如果任何人证明 我在国内拿了一份钱出来 我说我公会承担一切责任 为什么账上的美金我不钻轴 为什么人民币现金我不钻轴 那我不一分钟的事吗 我就是 我不但这个 我还转回去了一百多个亿 为什么 我就是让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天说郭文贵的时候 不是因为钱 我来搞这个爆料革命 我不是因为利益 搞爆料革命 当然他们查我说我有犯罪 说我是逃犯 我到现在为止 他们证明我一样有罪的 他证明我一样有罪了 那我就是逃犯 我为了逃避罪行而爆料 我那天出地灭 是不是 大家都很清楚 我既不为了钱 我又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只是发自内心的为了我29年前的兄弟报仇 然后保护我起码有的正当利益 然后让中国所有人少一点郭文贵这样的遭遇 少一点李明徐明 聂书斌 雷扬 少一点杨改兰 这就是文贵多年的理想 我说我现在追求理想 你让我放弃我的理想 那你不如杀了我呢 我说你现在让我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家人的哭和员工的跳楼威胁 员工的难受 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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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接受 但是绝不可以 放弃我的理想 那我成啥了 昨天这个 这位Uber市集 我说您是谁啊 昨天下午的时候啊 您这个在我家门口 拉着这几位中国人 帮我大忙了 然后给我太太 发着信息打电话说 对她的劝服 哎呀 不容易啊兄弟姐妹们 你们看着我在这块嘻嘻哈哈的呀 我老跟你们开着玩笑 我也不希望你没有压力 你别把文贵爆料 这成了哭丧大会了 咱们听听 哎哟我们害怕呀 我们痛苦啊 有用吗战友们 没用 我不想把我的压力和痛苦传播给你们 这个世界上 宗教和信仰最伟大的魅力 就是不传播那些负能量的东西 不传播痛苦 不传播虚假 不传播仇恨 所有的信仰里边 宗教里边都这个词 把这个信仰变成宗教的这几个组织 基督教 佛教 伊斯林教 这个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文贵 我必须用信仰和宗教的方式 来搞这个爆料革命 什么 那我就不能传播恐惧 虚假 自私 欺骗 绝不可以 所以说 我必须在大家面前 发自内心的开心 我不喜欢爆料 大家一上 一看文贵报视频呢 不是关于我平安 大家都捏得把汗 昨天那个在Ruff Lauren的战友喊的 文贵 我们每天最担心就是你的平安 我说感动的我真受不了 你们的担心我的平安 我回馈给你们是什么 然后一上屏我就那会哭 哎哟 我受不了了 你们开心吗 咱爆什么料啊 还没等爆料呢 大家都吓死了 所以啊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把生命看透了 就行了 我跟我太后说 你成天念经拜佛的 我说那房子盘古大观没了 那盘古大观一百年以后 没动 再过五十年 你我还在吗 都变成灰了 那也是社会的呀 盘古大观盖那天 封顶那天 我在大会上讲话 我从现在起 这个楼就不是郭文贵的 也不是盘古的了 它属于全中国人民的 它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建筑 没有人可以敢拆了它 你共产党你可以把它没收 你能拆了它吗 你拆不了它 我说这不属于我们 它属于社会的了 盘古大观的佛手盖完以后 我说佛手盖起之日 就是中原佛手 中原的佛教发言地 扫林寺禅中发言地 我说这就是属于社会的了 我们只有经营和维护它的权利 爱它的权利 没有任何拥有权 谁要说把这个盘古 预达当成拥有了 我说那你就找死了 包括现在共产党的很多人说 王岐山下令了 郭文贵这个盘古有邪劲 这个对咱们这个伤害很大 必须把主楼拿下 把龙头按下去 我听说了 给专业主下命令 必须把龙头拿下 按下去 你看看事 盘古你能不能按下去 就凭你说这话 王岐山 你连当局长都不配 王岐山 我告诉你 你把龙头按下去 天底下谁都把龙头按下去 你能真安 你那个命你再活 王岐山你都七十多岁的人了 你再活七十年 那龙头还在 你能把龙头按下去吗 所以说拥有它 那都是骗人的东西 就像这个买古董制画 过去我老买古董 花好多钱 就遇到了一个大师 他说这些东西 每个人只是在 哎呦 Snow 每个人呢 都是暂时保管的一段的权利 你不可能有拥有权 哎呦你干嘛啊你这是 所以说 谁想拥有什么东西 你能带棺材板去吗 你带不走 你看我现在 我买这个房子 公寓 六千七百五十万 家账所有的费用八千二百万 这位主人 前主人 我的前任主人 是美国旅游集团的创始人 我买完这个房子的六个月以后 男主人 得癌症死了 还上了纽约时报 女主人身体也不好 现在在我隔壁的皮尔吼跳 皮尔吼跳是整个迈哈顿 白人社会 美国人认为最高级的 他不是认为四季什么的 皮尔吼跳 还有对面这个川普总统的 普拉萨 这是最高级的 普拉萨川普总统 第一次离婚 给了他前任妻子了 皮尔吼跳 现在还是在这个 co-op 合作是公寓 那么怎么样呢 他带不走 这不现在我文贵住在这了吗 都是暂时拥有权 所以我跟我家人说 不要以为你失去了什么 你就真的感到难过 没有什么属于咱的 那什么属于咱的呀 村江出台上有啥呀 咱在东北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 是不是 都是社会的 员工被抓起来 当然难过了 我那个吕涛副总 进去的时候老婆怀孕 三年以后出来 孩子两三岁了 你说他多难过吧 现在还戴着电子手铐 电子脚链 我们那个杨英女 那个是单亲母亲 孩子一住在我们酒店里面 你说那有多可怕这事 我说他当然这样做 我很难受了 他们这么对他 我说但是 我们现在哭管用吗 不管用 现在我们给共产党跪下来 王岐山蒙建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文贵错了 我大脸了 王岐山他笑着说 好啊 你错了 我把房子还给你啊 我把你八地命给你救过来啊 我把你员工呆过来三年给你还回去 可能吗 可能不可能 所以说 亲爱的战友们 给家人哪 讲透 员工们能听明白的讲透 就可以了 干嘛死闹 所以啊 过去两三年实际 压力挺大的 压力挺大的 不容易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很难 所以说 亲戚被绑架 员工被绑架 资产被绑架 资产被绑架 这就为什么我说 这个 在我说这位 这位演艺界的哥们儿 姐妹儿跟我说 他说 范冰冰这是啥子 我说你就千万记住 别落井下石 别再给人家 再说人家范冰冰了 我说人家不容易 那演艺圈容易吗 演艺圈靠啥子 就靠脸靠身体吃饭嘛 对不对啊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任何人不要落井下石 包括刘强东 这时候不要落井下石 王健被杀了 对王健的家人 和王健本人 必须保持尊重 如果咱没这个的话 咱跟盗国贼 就没什么区别了 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亲爱的老领导的图片啥意思 这老领导没那么坏啊 大家他真没那么坏 我昨天看到的战友在骂 他就是文贵 施食物者为俊杰 他说文贵 他跟我一样 爱看动物世界 他说我正在看一个 动物世界的一个短片 豹子和戏耍小鹿 发给给我了 我理解啊 那意思 你怎么能抱着 逗得过小鹿呢 不就是耍来耍去 想着你怎么着 想弄死你 而且当着鹿的面 戏耍了很长时间才吃了它 我给老领导 后来我也发了照片 我说第一个我不是鹿 我绝对不是鹿 我肯定不是鹿 我说我说万兽的最大的克星 万兽最大的克星 我说这东西 我说我决定它们是生命 你去鹿去吃鹿 这个豹子吃鹿 狮子还是吃豹子 还是说猎狗掏钢 还是什么吃板马 吃水 都叫动物世界的游戏 我说因为在这个里边 你狮子再高级 那猎狗也能吃你 犀牛还能给你顶死 那大水牛也能把他顶死 好多种都把你克星 反过来看它可能是最弱的 而且狮子本身还较量 把自己吃掉 最后狮子被狮子咬死得多 对吧 我说我不是 我说我不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 我是万物的 坏的 这种吃鹅轮回的 我说我是他们的克星 我决定他们的命运 我发了简单照片 老领导 郭磊儿发过来 他说你是真狗啊 我不告诉大家 在这方面 说老实话 共产党内的干部 他没有人都PK过郭文贵的 为啥这战友 很简单 他们是现实法 和现实法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们境界 就说白了 他就没有跳出生死的轮回 他这个问题没跳过去 就我说的 还是万里 乌云万里天 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境界 他最高境界 就千江有水千江月到家 活得长点 时间长点 境界高点 自然高点 这个真正的 就明镜一飞台 他这个境界 他根本此处 何处 拿来热尘埃啊 他没这个境界 现实法 现实法 我给这位老领导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现在文贵 发动的这场 爆料革命 对付中国的盗国贼 我说你们没有看明白 是咋回来 基督山伯爵是西方最低级的 这个现实法 最低级的 我超级不喜欢 超级不喜欢 所以 我说 你们没看明白 爆料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爆料革命的本质 不仅仅是钱和利益 和安全和生存和人权 和免除恐惧的 这种权利 最核心的是什么 是人性的 内心带来的 与生俱来的恐惧的解释的办法 和真正能解决的办法 活着能解释 死了能解决 这个能解决的办法就是信仰 整个中国现在 共产党最可怕的就是 让人没有信仰的权利 没有宗教的空间 没有宗教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 要砍人杀人 虐待蓝金黄 蓝金黄 红黄蓝是红黄蓝 而幼儿园虐待孩子 中南坑里的人 天天就是搞女人 搞关系搞人 一切是金钱之上 这是为什么 范冰冰那么聪明 他没有建好就收 如果范冰冰在十八大后 把全部财产移到境外 消失在江湖 那是什么境界啊 那是什么境界啊 大家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让中国人 最神秘的女性是谁 日本那个女性 是谁当时激流勇退 谁呀 大家想想 当时在日本最火的一个女性 人家退了 结婚了 过了最普通人的生活 在日本人 他对他绝对的尊敬 中国人 亚洲人都尊敬 中国有一个演艺圈这人吗 有一个吗 他跟三不友和结婚走了 山口百会 所以说战友们 你去想想 山口百会我头几年 见他了 胖了一点 胖了一点 这个 但是人家这种境界 中国为啥没有 因为没信仰 山口百会是绝对的佛教徒 绝对的佛教徒 那真是啊 天天见经 买菜 给老公做饭 给孩子做饭 孩子都大了 孩子都大了 中国的商界谁是谁 李嘉诚最牛 那老头真厉害 真牛 所以说 范冰冰没做到 也受了苦 那刘强东他要真牛 刘强东要说 突然一夜之间 把东西卖掉 然后定期在美国 不回去了 哇塞 刘强东就是活佛在世啊 我郭文贵 算是其中0.001的 看明白的事 对不对啊 您去想想 三口百会的人现在更加有气质 更加有气质 你看那个人 真的是你能发现有点仙劲 走起道来 腰板背直 走起道来很清醒 跟谁很友善 那种自信幸福 哪是演员到最后 以苍老而收场 以离婚 洗丑剧 而收山 强迫的被离开江湖 哪哪是那回事啊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 所以说像马云这号人 干嘛 Snow还要上来啊 Snow老要来 所以说 战友们 王岐山当年说 十八大说 中国和平的日子没了 你们见过挑大金的吗 白刀进洪道出 这没有什么好事呢 他说对了 看明白的有几个人 水流江湖阵途 这边那么多人天哪 天哪 国外媒体更清楚更流畅 好 谢谢了 我们来 水喝没了 水喝没了 我看快到时间了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啊 正是小 建好就收 正是小说对了 对不对啊 你这个把豆腐藏那么长时间 你也该建好就收了小说啊 你也该放人了啊 你别老藏着 能给藏老了怎么办呢 豆腐 啊 耿烟 耿烟 哎呀 刘强东 故意还留在美国 我跟你说啊 当官的 只要当了官 天天都想升 直到升到秦城 为止 中南海就那几个人都想进中南海 那你想多少人被牺牲了呀 多少人被牺牲了呀 多少人被牺牲了呀 这个有钱的人都觉得 都要到天下第一 最后 直接进了监狱或进了地狱 就这结局 11115 你刚来我就说 我来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 还有这个男女关系 这个 觉得这个个头要够好 身体啊 还用不完的力量啊 各方面功夫还行 还有钱 还懂得爱 还懂得浪漫 还对你好 要啥有啥 都想要这样的 男人 或者要这样的女人 漂亮到如花一般的 如花似玉 永不衰老 这就是贪嗔痴慢疑 最具体的表现 最具体的表现 你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欢喜 自然每分钟在你的内心里边 所以说 亲爱的战友们 哎呀这两年 我这要是没有 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挑战 这个这个帮助 我这个挑战 我很难过得管 有信仰 有宗教 就会客观 会真实 这是为什么 文贵深信不疑 因果报应 轮回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再说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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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 哎哟 马上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了 我就说一个小时吧 好不好 大家好 说一个小时 要不要囤粮 信仰缺失 离常时代 这个战友们 关于国内最近说闹事啊 囤不囤粮的问题啊 我觉得 中国和西方世界 在一个较量当中啊 首先一点货币的较量 我说过了 这是根本 然后是粮食的问题 再一个就能源的问题 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世界 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控制了货币 那你就统治了这个世界 但是中国现在 经济上这种 泡沫经济 货币超能量蒸发 然后呢 中国严格讲货币 是党的钱 是党币啊 不是人民币 它叫党币 共产党的党币 因为没有一个人民说了算 没有一个人民知道钱去哪儿了 你也不知道钱有多少 所以只有党知道 党说了算 一切顶党的 一切都归党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所以这个币叫党币 党币这个危机是巨大的 分分钟就可以没有了 跟委内瑞拉一样啊 直接买个鸡蛋都是抱一抱的钱去 这分分钟的事儿 第二个粮食 中国一旦有天灾不进口粮食 那中国肯定要饿死 你囤粮也没用 囤粮也没用 那饿死人 14亿人哪 大家想想14亿人 一个人只吃一个馒头 14亿个馒头 是多大的一座山 能解决一天 能解决一星期吗 你能解决一个月吗 多可怕 能源 中国人如果断了三个月的粮 那个农园 没有油了 中国会什么样的 大家去想想 去想想为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几亿人 当时四亿人口 中国人都吃树皮 把树皮都吃没了 后来人吃人 不是开玩笑的战友们 就在几十年前 猪马店那大洪水死了多少 几十万人 后来就人吃人 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的时候 那到处人吃人 相识一子 你吃我的孩子 我吃你的孩子 那是真的 那是 所以说 咱们大家你说 囤不囤粮的问题 你囤粮用啥用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咱用的人民币是党币 那是党币 不叫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说了算 人民知道有多少 哪来了 去哪儿来了 去哪儿了 有多少 大家决定怎么花 你有参与吗 你知道吗 啥叫人民币啊 就像那个中南海 那个人为人民服务 那边写上 真洁排放 为人民服务 是人民为我服务 是不是 银们 权力们 前门 就是东门 前门 这个最近 这个中国啊 到处这个维稳 维不过来 我有两个同学 突然间被调到了湖南去 马上调去 当时他就说 坏了七哥 我们要执行任务去了 这个最近跟你联络不上 这个是前帖 家里人给我发个信息 说七哥那还挺好 但是情况很糟糕 很危险 老百姓很愤怒 我这个同学啊 在多年前 突然被征调到西藏去 坐着火车就去西藏去 维稳去了 七一三事件 回来跟我讲 他说那个西藏 真实的故事 发生的事 哎呦我听了 我都受不了 真受不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当然他也看到了一些丑陋的 西藏的那个 假佛教的丑陋的东西 他也看到了 中国的警察和军人去 有多么惨 然后另外一个 我的朋友也去过新疆 回来的时候说 那新疆没法形容 没法形容 太惨了 太惨了 所以西藏和新疆啊 很悲啊很悲啊 今日新疆 挡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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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新词啦 文贵 哎呀 说实在话 有时候我都特别喜欢 文贵这个人 就文贵吧 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个 经常有创意 我这脸红不 黑 我喜欢晒太阳 哈哈 这边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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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郭媒体这个好厉害呀 所以说 亲爱的战友们 这个咱就说到这了 今天 好吧 咱们 要为这个 大家祈祷啊 尊敬的佛主菩萨 耶稣 穆罕穆德 万佛万神 感恩您 赐予 我们中国人 十四亿人 更多的自由 愿他们有更多的 宗教的自由 信仰的空天 愿所有的中国人 都能得到清凉的发喜 和欢喜 多做利他之事 相信真善 哼气丑恶 愿所有的中国人 都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得到 真正的 和 和欢喜利他之喜 愿所有的爆料的战友的家人们 平安健康 愿所有的中国人都平安 成为世界和平的力量 让世界上更多人喜欢我们 感恩 上天万福万神 赐予我们战友 我们这国媒体平台 和我们力量 和邪恶的 共产党 和这魔鬼集团 战斗到底 让我们胜利 阿弥陀佛 感恩 谢谢了 所有的战友们 谢谢了 大家照你们闭上眼睛 每天不要多 五分钟就行 闭上眼睛念叨 念念经 然后呢 你把这个手啊 这个拉就是 把舌子钉上膛 然后呢 想意念 闭上眼睛 头顶蓝天 脚踩大地 中间是云 往回这么拉 把云拉到中间 又把云拉开了 拉到天边 你就拉上 十下都有感觉 中间那个气场就来了 然后呢 你念叨念叨 你就无穷的力量 无穷的力量 走到哪去以后 你就感觉到挥身是劲 这就是信仰 上天的力量 昨天我这个 在一个大教堂 这个 为大家祈祷的时候 其中一位牧师说 你大点声 朗读出来 我来给念叨 整个大教堂里边 就我们 除了我的保镖 和那牧师 还有我 我就大声的朗读出来了 哎呦啊 这个心情特别好 我 本来我录了 后来那个牧师说 我希望你不要放出去 我就不放 尊重人家 尊重人家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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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员工们 如果你们看这个视频的话 我要告诉你们 郭先生上什么样 你们最清楚 郭文贵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 忘记 我在每次员工大会上 像你们说的 我是有使命的 我不是一个商人 我要改变 整个中国这个社会上 没有法 没有真 没有公平 没有自由 不能有信仰和宗教的这种 乱态 病态 甚至要走向死态的这种局面 文贵不会忘掉任何一个员工为我付出的 文贵不会忘掉任何一个员工 这几年来你们坚守着这个阵地 但是刚才我如果你们看视频也记住 懂得放弃 才能拥有 能享受放弃 你才能体验到拥有的快乐 不管如何人生不超过三万多天 我们都活得很精彩 我们的公司员工们 咱没有一个人 是为了金钱活在这社会上 也不是为了性 也不是为了权利 我们这个盘古欲达政权的舞台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实现理想 咱们公司的文化 我就不在这块念了 文贵希望你们永远坚持着 对内情理并重 对外两条红线 法律道德红线 相信你们跟随的文贵先生 当年盘古大官能被刘志华拿走 拿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相信能回来 除了我太太之外 最后盘古不是还回来了吗 没有人能拿走盘古 我们还会拿回来的 再个盘古不属于我们任何人的 属于中国人的 属于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战友们和员工们 我们都是一条心 让中国变得更好 只要能让中国变得更好 文贵什么都愿意做 而不是让中国变得坏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我做了最大的贡献 所有的员工们和战友们 现在共产党的官员警察 找每个人谈说 郭文贵颠覆国家 逃犯 强奸犯 用这个罪名来说 不要帮文贵 大家你们都很清楚 第一 我在西方前所未有的 给这些国家领导人 我让他们说 你们要反中国 反中国人 我跟你们就是敌人 你可以反共 不能反中国人 你可以反共 不能反中国 任何伤害中国人利益的事情 我绝不会做 绝不会做 另外一个 文贵绝不是强奸犯 文贵只可能被别人强奸 不可能强奸别人 文贵更不是所谓的颠覆国家 那不可能 既没这本事 也没这想法 改变共产党 铲除共产党 那是我一生的 必实现的愿望 这就是郭文贵 在这个问题上 永不妥协 永远不妥协 好吧 Snow Snow 但是员工们 文贵会为了你们 做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是肯定的 但理想和信仰不可妥协 希望你们能理解 希望家人们也能够理解 这是我选择我走的路 永远不会改 我改了就不是文贵了 我就不配做你们的老板 不配做你们的家人 这就是文贵 还是那句话 身先养骨先搭线 最后能做到什么 咱用试试看 谢谢 谢谢